我们打从一出生,就存在于一个全息网络游戏场里而不自知。 我们在这场宇宙游戏里有两条升级之路可以选择,而这两条不同的升级选择也将会决定你的未来。 一条是向外的在外部世界厮杀打怪以获得升级,得到那里的最终奖赏全是名声以及满满的财富。 只要你到了那里你就会在这场游戏中被称作成功人士,因此几乎所有人也都趋之若鹜,而另一条则是向内的,升级你的魔法之力。 这是一条通往内在的路,没有人知道那里的一切。 而关于那里,从古至今也都只有寥寥少数传闻藏在那些被称作开悟者和神秘家的道路里。 但它们却至今也无法被证明,因此它巨大冒险和忍受孤独的准备。 而是前面提到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魔法,正是在之前视频中所提到过的频率。 我们在这场宇宙游戏里,频率即是我们在这个游戏世界中的魔法值。 而这个魔法值则决定了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是个小麻瓜还是终将成为大高手。 所以当你选择了这条向内的探索之路历练强大的内在魔法,提升你的频率才会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篇内容就打算来说说,怎么去开启你在这个游戏世界中的频率值及魔法值。 当然,熟悉网络游戏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概念称作是智力值。 为什么不直接说如何提升频率呢? 这件事很重要嘛。 答案是首先需要开启你的频率意识,你才能够走得更加顺利。 毕竟这条内在升级之路上的大boss们不像是外在之路是有形的。 它们都幻化在你的内在,正如玄奘法师去往取经之路。 他的私的徒弟既是他身上不同品质的化身,而路上的妖魔鬼怪也同样都是他,内部的心魔所幻化。 所以,当选择走上了这条内在探索之路,你就需要掀开选择外在的道路还是内在的历练。 赤手空拳凭借面阻碍和限制信念,又或者本身生来就是极少数意志刚强,天降大任的不凡之才。 因此,它们对于频率的掌控意识天然的就很强。 所以,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都不会妨碍它们爱它们这场游戏玩得精彩。 因此,你也可以看到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幸福和资源,基本上也都掌控在这部分人的手中。 当然,其实也存在极少数魔法之极高,并且也完全觉知到了该用什么方法去调用自身魔法的人。 但是,它们几乎都是偏向出世导向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颅内思维结构注定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同。 看似情感淡漠,实则毫无世间一切欲望和挂碍。 因此,对于它们来说,它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与世无关而是突破内部世界的限制性信念更加强烈的内部狂喜。 甚至是更高维度的可能性,它们要么向着更高的源头不断探索, 要么完全沉浸于自己某种与生俱来的超高天赋领域。 它们纯粹到极点,也极少把意识状态下降至人间烟火的维度。 多数于隐世修行者,极致艺术人或是科研怪人。 所以,你并没有机会找到他们。 而绝大多数人有着各种因缘际会和生命课题, 并且也极少有机缘为引导去开启自己的智力值。 于是,你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往往都在这个世界上, 凭借有限的头脑认知蛮干,即用体力值蛮干, 然后录录一生。 所以,如果想在这个游戏中玩得过瘾,走得更远, 而不是一辈子辛苦的徒手打怪升级做任务的话, 你就必须开启你的频率意识, 打开你在游戏中的智力值。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的是, 这里说的体力值用的是游戏的概念, 原意为物理力量。 在这里,我将它指代的是我们有限的头脑认知, 外在的力量。 而智力值在游戏中的概念是魔法力量。 而在这里,我把它指代为无限的心灵意识, 内在力量。 那么,说到了这里, 到底要如何去开启我们的魔力值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攻略了。 下面我会把步骤列出来, 然后一一说明要很好地去练习掌控频率, 也就是打开你在这个游戏中的魔法力。 你必须做到下面这些步骤。 第一步, 觉知频率, 简称变频。 第二步, 调整频率, 简称调频。 第三步, 稳定频率, 简称调频。 第三步, 稳定频率, 简称定频。 总之一句话, 要掌控频率。 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修炼你的频率意识。 而第一步为啥要觉知频率呢? 我不能直接高效地把我的频率变成高频吗? 还非那么大劲干嘛呢? 然而, 这却是无法绕过去的一步。 如果你想要能够开始掌控自己的频率, 你就必须首先能敏锐地准确觉察和识别出自己的频率和内部状态, 而不是在对频率没有觉知的时候急着想要调到高频。 因为如果你并没有频率判别力, 无法识别自己的内部状态, 在对自己的感知是麻木的情况下, 所谓的调频也就无从谈起了。 正如之前视频中提到过, 很多人会推荐所谓提升频率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 比如感恩日记、观想、 去做那些让自己兴奋喜悦的事情等等。 然而, 这些方法取消背后的运作规律并不是形式, 而是觉察到自己的内部状态, 没有对自己的感知力和洞察力。 这些方法也许固然好, 但实质却是没有被激活的失效芳心培养, 而不是急着寻求方法。 而事实上, 随着你对于自己的感知力变得越来越敏锐, 甚至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套用别人的方法, 就能自然地运用读属于自己的方式开始调频。 所以, 在这第一步, 你需要有能力去感知自己, 读取自己的内部频率数据, 精确地判别你现在的内部状态。 然而这一步也几乎是瓶颈的一步。 为啥呢? 因为有一个极其重要, 却被几乎大多数人都忽略的事实是, 在这场游戏中, 作为尚且还未经过魔力之修炼的萌新属性的我们, 对于自己的频率识别其实几乎全都是错误的。 这又是为啥呢? 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霍金斯情绪频率表, 这个表属于比较简单粗暴的概念, 上面标明了我们的不同情绪会对应不同的能量量级, 当然要事先说明的是频率并不等同于情绪, 但情绪感觉却是频率的一种体现, 因此如果我们觉得频率这个词会很抽象难以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情绪来暂时代替频率这个说法。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中, 勇气以上都其实可以算是高频, 而勇气以下的, 我们暂时把它简单粗暴地定义为低频的情绪。 然而问题来了,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给你这个表格, 让你去为自己现在的频率做一个衡量和判定, 你会把它放在什么级别上呢? 往往情况会是, 当你感觉现在的情绪是比较平和的话, 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 我现在情绪感受是我觉得还好啊, 很平静, 没有什么波澜, 挺好的。 因此, 几乎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除非是产生了某些情绪, 否则自己在平和时候的频率应该都是比较平和, 还行的。 但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关键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我们可能默认会认为自己在平静状态下的固有频率就是还行的, 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一直以来, 大部分人在最开始的默认固有频率, 哪怕即使是平和状态下的频率, 很大可能也都其实是在勇气以下的。 为什么呢? 答案是由于你从出生到现在只能感知到自己对于感知力你的标准, 就只有自己所以我们对于自己一开始频率的判定, 由于参照物只有自己这种完全主观的情况, 所以参考的定义标准从一开始几乎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经历限制, 我们并没有体验过高频的更多上限, 我们就会天然地把普通的频率认为是幸福的高频, 而把低频判定为平和平静, 只是因为我们太过熟悉这些低频的感受, 而麻木的就把其作为是正常的频率了。 所以这就会出现一开始我们对于频率识别和认知上的巨大偏差, 因此很残酷的一个事情是那些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 默认状态下的频和固有频率。 我们习以为常的, 我们都觉得那是正常的情绪感受, 我们觉得还行的频率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低频。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判断你一直以来散发出的频率到底是高频的比例多还是低频的比例多, 多看看你的生命就会知道了。 如果你觉得生命中想要的很多事物, 自己的目标都能够比较轻松地达成, 就代表你的固有频率比例是高频多过低频的, 而你为自己达成的速度越快, 就意味着你高频的程度也是越高的。 因为如果你还记得在之前视频中提到过的时间线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频率即是我们时间线内的介质, 而你无意识散发着的生活中默认的固有频率中的高低频的比例, 是高频更多一些还是低频更多一些些, 也正式决定了心想事成和事与愿违的某种临界点, 也就是说, 也正式决定了心想事成和事与愿违的某种临界点, 也就是说, 当你体会到高频超过了感受低频的比例, 哪怕只是1%, 你也都在为自己创造着顺利。 而反过来, 当你感受低频超过了感受高频的比例, 哪怕是1%, 也都在为自己创造着违约和障碍。 所以, 如果你感到生活中恩赐总是很多, 如同沐浴在茉莉花的芬芳里, 轻盈自在。 很显然, 你的默认固有频率就总中处处艰难, 想要的都无法得到, 命运总是和自己作对。 失忆困难, 那么很显然, 你的固有频率你无法分辨哪, 就是低频。 正如很熟悉高频的人, 由于参照物只有自己, 他们也不会觉得那是高频, 只会觉得那就是自己正常的情绪感受, 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殊不知, 他们心中定义的正常频率, 早已是多数人的毕生行喜, 因为他眼中可供挥霍的普通肉迷, 从来都是另一群人眼里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追求。 这就是不同维度不同, 默认频率人群无法避免的天然定义的不同。 再说的大白话一些, 既不可调和的阶级差异, 很残酷很魔幻, 看似很不公平, 但他却不可避免, 就是这样客观存在, 所以回过头来你就会知道, 不同频率的人对于正常情绪频率临界值的定义本质就是不同的习惯, 低频的人由于太习惯那些低切压的情绪感受, 因此对于正常的频率认知临界值其实依然处于低频之下, 只是他们所理解的低频是更加低迷的频率, 而习惯高频的人因为太习惯那些愉悦的情绪感受, 因此对于正常频率的认知临界值其实依然处于高频之上, 只是他们所理解的高频是更加高峰的频率的认知临界值, 其实依然处于高频之上, 只是他们所理解的高频是更加高峰的频率, 而两者之间从根本上对于频率的感受认知临值就是不同的, 所以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篇幅和力气去讲解这一步看似无足轻重的变频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步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变频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步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它的关键意义就在于为我们的思维做一次巨大的起点, 去打破我们的固有认知体系, 打破我们对于频率预值的感知和认识的上下限制, 而我们必须认知到这一点, 打破频率认知中, 由于环境限制所产生的狭隘壁垒, 才能在后续为我们的频率预值去做大型的升级我们, 就像是在这场游戏中一个刚刚入了魔法门道的小麻瓜, 想要提高自己的魔法, 但是它的魔法槽, 及频率率感受预值只有5, 那它再怎么提高魔法即便是满了, 最高也只能够到5, 也就是说, 它所认知中的哪怕是最高频率实质本质也是低频状态, 而高手魔法师的魔法槽, 它就算空了一半也有50, 它也许自己会觉得不满意, 但本质很可能依然是高频, 哪怕是它定义下的低频, 也远远甩满草小麻瓜的高频实条街, 所以说, 不谈预值标准的频率和调频都是耍流氓, 费了这么大劲来解释这个起点, 那么接下来你一定会有疑问, 当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那我应该要如何认知到我的真实固有频率呢? 我要如何能够知道我的频率一直在哪里? 答案就是, 其实在你的这场宇宙游戏生活里, 处处都是你的变频游戏实验场怎么去实验呢? 即在你的生命生活里, 你其实时刻都可以在自己做任何给、收、欲的事情中精准变频, 就像是为自己去创建一个频率温度计, 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拿通俗一些面对金钱的频率状态来打个比方, 你就会更容易理解了, 大家可能从来没有认真去感受过自己, 一再买东西付款的时刻, 这就是给, 二再得到财务, 比如说买自己想要的物品的时刻, 这是欲。 这些时刻的内在微妙感受, 很少人会去特意抓住感受, 测量自己在那个时刻当下的情绪温度状态, 而这些其实也都是弥足珍贵的机会, 自己去测量和, 校正频率而绝大部分习惯了经济状态低迷的人, 其实并没有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点。 那就是在这些所有给, 收, 遇的时刻, 很少感受良好, 甚至每一次都是很焦虑和不舒服的。 你其实可以试着体会一下三种情况, 第一, 你在每一次付款的时候, 更多下意识的感受是这个东西性价比不错, 物超所值呀, 还是这个东西又没多好, 还这么贵, 竟然只是杀猪呀。 第二, 你在每一次得到工资或者是其他方面资金的时候, 更多时候, 下意识的感受是满满的满足, 还是感觉不够用不够花是能够再多点就好了。 第三, 你在每一次看到自己特别渴望的某个事物的时候, 下意识的感受是这个东西设计得太完美了, 真是喜欢赞叹呀。 还是这个东西这么贵, 我要花多少年才能够买得起呀? 是的, 如果你测量到你大多数时候都是属于前一个感受, 那么你关于这方面的频率显然是偏高的, 而你也就自然容易让它更多地进入到你的生命。 而如果你测量到你都是属于后者的感受偏多, 那么很显然, 你关于这方面的感受频率则是偏低的, 看似障碍就比较多。 而在之前视频中也说过, 我们内部信念本身是会自我强化的, 而每一次的给, 收, 欲实际上也都是一次加固你本来频率的动作, 让你在这方面更加逐渐习惯于某种固有的频率, 从而也就让高频稳定高频, 低频稳定低频, 大白化一些, 也就是所谓的阶级越来越固化, 从而最终让它成为了你的默认命运。 直到你从无意识中开始觉察到这件事, 为自己去彻底打破它, 通俗的事物做了比方, 其他事情依然本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 有一件事情你需要认知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如果你发现, 你测量到你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感受, 并非是什么满意的感觉, 即便那是平常的, 也有很大可能, 那其实就是低频的状态, 只是你太过于习惯那些低频, 从而会很容易把它们就当作是正常的, 正如习惯于高频的人们, 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感受就很平常, 只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习惯高频的状态, 以至于他们会把默认的高频当作是平常态, 本质其实就是频率预值天然的不同而造成的关键差异, 因此去打破你的固有频率属性, 打破那个过去认知的频率预值, 创造一个内在无形的频率温度计, 实时监控觉知分辨频率就是我们在向内探索, 成为宇宙魔法式的道路上, 做得至关重要的一步, 而它看似挑战, 却迷人无限, 你要试试看吗? 还是打算退回游戏界面, 重新选择游戏道路呢? 是的, 在这场全新宇宙游戏的闯关里, 你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分水岭, 一条向外的路, 将会让你化身为地球征服者, 通过征服外部世界的一切, 成为世人眼中的成功者, 这条路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所有的人都结伴同行, 偶尔彼此支持, 更多的时候相互杀戮, 尽管如此, 它依然是世人公认的正确答案, 而另一条向内的道路, 则会指引你变成宇宙魔法师, 通过觉醒内部世界的一切力量, 从而得到所向披靡的魔法, 可关于它的一切全都是未知的, 在终点之前充满了寂寥, 黑夜荒芜, 偶尔你会见到另一条路上, 从不会见到的鲜花海洋和极光苍穹, 可你却无法与任何他人分享,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也是一条大事之路, 那么现在你决定好了吗?